大家好我是游某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海之寶跟Takara Tomy共同推出的 Studio Series電影工作室第49彈 Bumblebee 大黃蜂 它是Deluxe Class 就是豪華級的變形金剛 總共有39個變形步驟 有點複雜還不會太複雜 那它的車體呢 是來自雪佛蘭的概念車 Camaro 所以它也有這個GM 通用汽車的授權Logo在上面 那首先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給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呢 除了它的本體之外 還有一把這個叫做Stinger Blaster 就是刺針槍吧 直接這樣翻譯 它裡面還有一個這個系列都會有的地台 那它的背景呢 是電影版裡面的一個名場面 就是在隧道裡面呢 有一台同樣的雪佛蘭 Camaro經過 那大黃蜂就掃描了以後呢 就變成最新的車種 那當然你可以把大黃蜂直接 這個Display在上面 或者變形完遍車體放在上面 也可以喔 但總是就是一個這個非常完整的一個展示台 那另外裡面呢 還會有一個像這樣的說明書 這個詳細的說明它整個變形過程喔 那可以做個參考 接下來看一下它尺寸喔 它頭頂高大概是13公分左右 跟同系列第51彈 Soundwave 這個音波相較之下呢 它的尺寸還稍微高一點 但是音波當然它比較大支喔 因為它身體 尤其它手的肢體呢 做得比較大喔 那大黃蜂的整體的體態呢 還是看起來是比較標準的喔 拉近一點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頭部呢 是採用這種戰鬥面罩的設計 但是呢 這個面罩的本身它是不可拆也不可變喔 它就是這樣 那額頭的部分就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博派的logo在上面 其實這個印刷也還算蠻精細的 全身主要的零件都是成型色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黃色的零件 以及呢 內構的灰色和黑色的這些部分 都是原本的成型色 那有一些銀色的部分呢 都是塗裝喔 那這個塗裝其實顏色還算是蠻亮的 那另外包含它雪佛蘭這個黑色的條紋 也是塗的還不錯啦 那有些地方是透明件 比如說像它的車窗啊 等等這些地方的細節 也都算是做的還不錯的 像這個輪框裡面這個銀色也是做的塗裝喔 整體光是這樣子看起來 外型的完成度也算是還蠻高的 可動度的部分 首先呢 頭部是一個球體關節 但是它往兩邊轉呢 大概都到這個角度就轉不過去了 往上呢 抬起來大概也只有一點點喔 那角度真的都不大 然後手部的關節呢 可以往上抬到這個角度 但是呢 它其實這兩邊各有一個轉軸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轉軸 讓它肩膀呢 可以高一點或者低一點喔 往前一點或往後一點 這邊還是有一點點的自由度 然後呢 它的手軸的部分呢 則是一個球體關節 所以除了轉90度之外呢 左右可以做一些旋轉 另外手部這裡呢 它是一體化的零件喔 所以這裡就沒有什麼可以轉的地方 然後後面這個蓋子是可以收起來或打開 腰部呢 就是一個360度的旋轉 然後大腿呢 可以往上抬 抬到超過90度 側邊呢 也可以到達差不多超過90度這樣的水準 然後這個關節呢 吸關節大概差不多90度多一點點 然後側邊也可以做一些旋轉 但下面這邊就沒有任何貼地關節喔 那至於後面這兩個小翅膀呢 它除了各自可以這樣子左右的旋轉之外呢 旁邊這個轉軸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可動度呢 就在一個蠻微妙的一個程度啦 就是說好像看起來關節並不多 但其實它可動度也不會說太小喔 那另外這一把槍的部分呢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插箱 可以裝在它的手臂之中 這個手的這個夾子中 像這樣子就可以進行一個發射的動作 作為一款變形金剛 它最好玩的部分當然就是它的變形機制 首先第一洞呢 先把這兩個車窗推到上面去 接下來呢 把它的車背整個展開 然後呢 來到下半身喔 先把這個腰部旋轉180度轉到後面去 接著兩個小腿也可以旋轉180度 好轉到這裡 然後再把這個腳趾頭呢 往下整個轉190度到最下面 推到最旁邊去 那推到最旁邊去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造型呢 它就會整個扣住喔 它其實就很穩固了 然後呢 再把旁邊大腿這兩個蓋子張開 然後這個小腿裡面這個車窗也把它打開 好藏在這裡的車窗把它打開 接著呢 我們來到側邊喔 先把它呢 這一段轉90度 再把這一段也轉90度 你看到這邊可以整個轉進去 轉90度 那這裡呢 這個卡扣就把它給扣住喔 那這個造型基本上就出來了 那接著再把膝蓋這個蓋板呢 轉180度 收納到裡面去 好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首先呢 先把它往裡面轉90度 好這邊有一點點緊喔 稍微轉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接著呢 再把它再轉90度 轉90度 轉進去之後呢 一樣這個大腿的蓋子就把它給扣住 然後膝蓋的蓋板呢 轉180度之後再轉 往裡面轉90度 最後呢 這兩個就可以面對面把它給扣起來 好那這邊扣起來的時候呢 有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就是呢 扣起來的時候呢 不只是這邊扣起來喔 那最關鍵的是這兩個部分 就是它腳指頭的部分呢 這個後腳跟這裡呢 它其實有一個卡扣在中間 這部分要把它整個扣緊喔 因為如果你不扣緊 這邊空間就會不夠 那你最後車體要做 整個密合會有點困難 好 這是在這個小地方變形的地方 特別注意的 再來就是它的上半身喔 首先呢 這個胸部 它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呢 是左右兩邊 好這兩塊 那以及呢 中間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呢 整個鬆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可以活動喔 那再來呢 我先把後面這個車背的部分 稍微張開 好這個地方要稍微調整一下這個 這個車門的位置喔 不然它其實很難去 整個拉到後面去 先把這個車門拉到大概 跟這個蓋子垂直90度的地方 好這樣子 這整個空間呢 才有辦法讓它整個張開 接著呢 就把這個蓋子推收納到這裡面去 好 那接著再把旁邊這兩片呢 轉到前面 它基本上這個就是 這個 Camaro的車頭的位置喔 車頭燈的位置 好像這樣 這個車頭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呢 這兩片車門呢 先有點卡喔 那 但是沒關係 反正就盡量先想辦法把它避開 然後手的地方呢 先把這個關節呢 整個推到下面去 推到下面去 像這樣 你就會收進這個空間裡面 這個也把它打開 你就整個收到這個空間裡面去 那收到這個空間裡面去之後呢 再把這個手腕呢 也轉90度 好像這樣子 這兩隻手呢 就會都收到裡面去了 好再一次 把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推到這個空間裡面去 接著這個手臂的部分 把它轉90度 那像這樣 整個手的部分呢 就都收納在裡面喔 最後就把這個蓋子給蓋上 最後呢 當然就是它旁邊的車門的結構喔 像這樣子 先把整個都展開之後呢 把這個車門的位置 稍微整理一下喔 接著把這邊推開 這邊這個卡扣會有一點點緊喔 把它鬆開之後呢 像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車體的位置就出來了喔 那不過到最後才是關鍵喔 最後它其實這邊有很多個卡扣 像前面這裡有一個小卡扣啊 把它扣住 像這邊 卡扣把它扣緊 整個車體它會非常的密合 那包含後面這幾個結構也是一樣喔 這一個一個的小卡扣 一個一個把它扣緊扣住 扣到一個非常扎實 那這個車體呢 就會非常的完整 不然你就會發現說呢 整個車子那個車體就鬆鬆垮垮 像那個拼圖一樣 一塊一塊扣不緊的感覺喔 這部分就要稍微去拿捏一下 但是這個要密合 我覺得最核心的關鍵 就是剛才那個大腿 內側那個卡扣 如果你把它扣得很緊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車體要扣的密合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喔 這是我自己在變形的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心得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變形完成之後呢 理論上它四個輪子應該都可以動喔 但是因為它下面還是有一點點卡喔 所以 可能會發現說 怎麼只有兩個輪子在動 前面這輪子就會有點接地不良喔 這個就看你怎麼樣把這個收到很裡面喔 好那它的尺寸的部分呢 看看它長度 大概差不多是11公分左右 那如果對照一下這個音波 它的尺寸 音波還比較大台一點點喔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尺寸都差不多啦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當然你也可以再把這個舞台拿出來 把它放在上面 做一個展示 也是一個這個不錯的Display 最後呢 還有這個武器喔 就是Steam Blaster的部分呢 它也可以收納在後面這裡 它有兩個細長的卡扣 可以像這樣整個扣住喔 就可以載在車尾上跟著跑了 好的以上就是孩子寶變形金剛電影工作室系列 第49彈Bumblebee的簡單介紹 無論是人型或車體都有非常高的完成度 變形機制的設計非常的巧妙 幾乎沒有任何空間被浪費 它的關節和卡扣也都蠻緊實的 即使給小朋友把玩也不必太擔心 整體的性價比算是相當高的一組變形機器人玩具 麥可貝的變形金剛電影 除了第一集之外 我幾乎每一集都看到睡著 不斷的爆破爆破再爆破 中間穿插冷消花安置路性行銷 而且為了賣玩具搞了一大堆角色 看到後來我根本都認不出來 但如果單純以玩具來說 電影版的變形金剛 還是地球上最好玩的變形機器人之一 尤其是重新復活的Studio電影工作室系列 真的是超級大坑 喜歡的話挑一兩隻來收就好 不然真的會想把全套都收齊啊 對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